第二个也是马来西亚问的 莲花镇像 莲花镇像 他把信都写出来了 叫干镇像 十足文集第266册 黄君的句子 第125提到密教的修行 先把固体变液体 再把液体变气体 然后把气体变为神 把神化为光 这才叫做成就 我说这是修行的口节制要制要 请问师尊 我们该如何把固体变液体 最后化为光 二 如何知道液体已经成就 然后可以变成气体之后 最后到光 第三 如何知道目前自己是哪个阶段 是固体还是液体 这个把我问到了 好 密教的修行 先把固体变液体 再把液体变气体 再把液体变为神 再把神化为光 这个我告诉你 冰 就是固体 变液体 液到热 就变成液体 就变成液体 像我们今天呢 满天的这个 混 装 混 装 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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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外面呢 这雪 是粉 浴 液体呢 是固体呢 就是冰 今天烩 外面的烩又很大 那雪飘下来啊 整个 哦 刚刚我出去外面点覆摩火 那 旁边的这烩一吹啊 整个血飘到你身上 像那个盐一样 黏在你的脸上 头上 脚上 到处都是 真的很冷 告诉你 固体就是冰 变成液体 就是水 变成气体 又是把这个水融化 就变成气体 然后气体呢 再变为神 再神再化为光 这个才叫成就 这是修行的口节 制药制药 没错 你 这里有菩提心业意 菩提心业意 在眉心轮有菩提心业意 吃固体 因为它是冰 一整块在这里 你要用什么把它变成热 让它滴下来 让它滴下来 就是用佐佛 你身体的温度升高 佐佛上升 一直到这里 处着菩提心业意 菩提心业意就滴下来 就变成水 水跟菩提心业意 在你的五轮当中 给它互相融合 然后一直在燃烧 就变成气体 就变成气体 这个气体加上了 就变成命气 在命气里面 再给它融 再给它融 融掉了 就变成气体以后 它可以跑到全身各地 在脉里面跑全身各地 然后水跟火交融的时候 它会产生光 就是化为光 火在燃烧的时候 也是光 当火把水煮开的时候 那个水也化为气 水就化为气 那么气体呢 也会化为光 所以我们气脉明点的道理 就是这个样子 密教里面 气脉明点的道理 就是这样 你如果把这个液体 变成液体的时候啊 液体流掉了 流出你的体外了 叫做谢 叫做谢 液体保住了 就叫做无肉 居然有了液体 你就让火给它烧 它就化成气 气就通所有的麦 那既然用火烧了水 变成气以后 它还可以变成光 变成一种光明出来 它是一种燃料 可以化成光 就是神 我只能够这样子讲 简单这样子讲 请问师真 我们该如何把固体 变成液体 用焯火 把固体融化 然后化为光 因为焯火本身就是光 焯火本身就是光 那气体 被你这个火烧到成为气体的时候 它会化为神 会转化为神 到各个脉 全部通通通都通的时候 身体自然光明 就可以从你的身体里面出来 那么这个 这个液体呀 也是油 也等于是油的一种 就是明点 等于是油一样的 那么火加上油 就更加的光明 这个就是光 如何知道 液体已经成就 因为你这里有霉心轮 这里有感觉 有水滴下来 每一次着火去碰到 就有水滴下来 那你把这个水流住 不要让它露出来 就是无露 如何知道 目前自己是哪个阶段 是固体 还是液体 这个很简单 你感觉到 有水 从你的霉心轮往下滴 你自己有接受 感觉到水往下滴的时候 那就是液体 你感到 感觉到 左佛已经 这个济轮 这个地方发热 而且 这个佛往上升的时候 你就知道 是油腐 这两个交融在一起 就会变成光 光就会化为神 我只能够这样子跟你讲 一个是热的 一个是清凉的 液体是清凉的 那走火呢 是热的 这是密教里面的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